有些方面会时时刻刻在脑海里盘旋 以前阿婆在折的时候它是这样子 绑这样子 然后外面在圈红绳 阿婆会告诉你粽子怎样才好吃吗 自己包的就很好吃 尤其是他们这个炒的饭 就是他们有炒的过程中就是 要炒的这样像这样一粒一粒 这还不是全熟都不对 还不是全熟 然后再蒸过之后它的饭力会更好吃 许庆中的客家米食 肉粽 菜包 还有芋头版 都是从小阿婆常做的点心 最熟悉的味道由口入心 这个不能用机器 基本上不建议用机器 因为你如果说机器去搅拌的话 你看这芋头其实它是切块的 我们是切丁的方式 你如果说机器下去搅拌的话 这口感怎么会擦掉 这个就会擦掉了 所以你有手工可以保持它的完整 还有更传统的当然是菜包 我刚刚闻就暗油 要好食品 整好食 这下食物真美味 是啊 在那芋头串好来的好味道 那芋头串好来的好味道 寻常却也是最珍贵 当年左邻右舍 抢着要分享的美味 所以从这个铺子传递延续 来 菜包我这手 够我开启 现在店里面卖的啊 其实全部都是自己小时候吃的 对不对 都是记忆 都是记忆 所以要传承的 一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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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也很辛苦 这些人很辛苦 这些人很辛苦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但也就靠着双手 扎扎实实的 凝聚了整个家族 要好食品真好食 要好食品 从下来的好味道 要好食品真好食 要好食品 从下来的好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